相信不少人都知道近拍外面就玩搶人板吃雞 之後出了街頭 晚上就有機會回不去家了 所以在這樣走爛的時勢之下 你就可能需要它了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了 Ren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東西 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一個頻道 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VG的觀眾大家好,我是Van仔 相信對於不少家裡有LAN線上網的用家來說 WiFi強 WiFi彈這件事 應該真的去旅行的時候才有機會用到 但對於近來時勢 還有我有一點研究之下 我發現好像收圈的地方 通常都是唐樓來的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唐樓上網 我不知道在座沒有觀眾是唐樓的用家 通常唐樓的上網方法 最好應該是有100MB的寬頻 不好的話就是8MB的寬頻 所以有不少人都會選擇用這個4G的Router 避免被吸血鬼拖一頸血 不過近來這樣的時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由這個4G Router 選擇去考慮這個4G的WiFi彈 當然如果是剛剛才會買新的話 其實4G Router 也有一點點退縮 所以5G應該是遲下的趨勢 可能大家就會選擇5G Wi-Fi彈 就像我們這次介紹的Linksys的5G Mobile Hotspot 有可能了解5G的用家 都大概知道那些頻段的東西很複雜 不要緊 Linksys應該算是暫時最齊頻段的一隻 可以支援N1、N3、N28、N41、N78、N79 大多數香港用的頻段都會有 就像N1、N78、N79那樣 這三個頻段應該是香港最常用到的 所以這家4大的5G網絡供應商 都是可以支援的 這隻彈除了剛才說到它有最多頻段之外 如果對比其他品牌又如何呢? 對比最便宜的WhaX來算 Linksys就要買到$3,999 不算是最便宜的 但是便宜是有代價的 對比WhaX的話 Linksys的速度就會用到AX1800的Wi-Fi6 如果大家有記性的話 我之前也有說過AX的Wi-Fi 是有什麼好處的 除了它的速度上會加快之外 就算你不是用Wi-Fi AX的話 即是Wi-Fi6 連接的距離都會在品質上 比以前的Wi-Fi5 即是AC是好的 至於另一個外國的品牌 NetX 它的速度暫時來說是最快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位置就是 它是不太支援香港的頻譜 沒有機初的話 它是沒有N79的 而且它的價錢也不算太進取 所以如果大家想便宜一點 又要有齊全的功能的話 Linksys就算是暫時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還有一隻Wi-Fi彈 它的規格都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它是用到Quadcom X55 5G的Mobile晶片 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5G的速度 再加上用到AX1800的速度 2.4G的部分會有600Mbps 而5G的部分會有1200Mbps 再加上可以支援到15部的裝置連線 所以如果一般的家庭用戶 如果你是住堂樓 我想你應該不會有15部機同時上網吧 嘩 不過剛才我們提到的1.5G的速度 都是說它的理論的速度 所以歸根究竟 都是要香港的5G網絡生成 而我們較早前的時間也拿出去 試過5G的速度 只要那個地方收到5G的話 大概的速度可以維持到500Mbps左右 如果以你下載4G的容量影片 大概10多分鐘就可以了 雖然香港暫時未去到那麼高的速度 但是500Mbps 和8Mbps的速度 自己選吧 雖然剛才我們說的功能 都是圍繞著一些 可能是上網比較差的 一些唐樓上的應用 但是它始終是一隻Wi-Fi彈 Wi-Fi彈的作用是什麼呢? 戴出去的 所以它裡面內置了4000mAh的電池 而且重量大概是185克 以它在200克的樓下底下 其實算是一個挺輕便的裝置 以戴出去的測試來計算 其實大概用了7個小時 還有50%左右的電池容量 所以好像我們這些會去旅行直播的用家來說 其實它這支電池都應該夠熬半天 如果你是普通用的話 上網而已 應該是熬到12個小時以上的 就算真的不夠電 其實機身的底部 還有一個USB-C的扣 你會帶電池出家的嘛 另外如果大家的尿袋或者充電器 可以支援到QuikTRA 3.0的話 沒錯,它可以支援到的 所以充電來說它會比較快 不過說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可以支援到即插即用電腦做一個5G的上網 它提供的就是一條USB-C的充電線 那條充電線就包含數據了 所以如果大家把這條線插到電腦上 你的目機最好是Type-C 你插上去之後就可以直接認到是一個有線的裝置 它就可以透過這個5G彈做一個無線接收 如果這樣搏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剛才我們說到就是它的5G信號直接拿到之外 同時之間如果你的手機是沒有AX Wi-Fi 或者Wi-Fi信號的話 你透過這條有線就可以拿到Wi-Fi信號 此外就是駁了USB線之後 它會同時充電的 非常方便 最後就是如果你的手機裝置或者無線的裝置都是駁到Wi-Fi 你依然都可以用到 所以是非常方便 所以也不需要用另外的電鍵來駁電給它 但官方也有給大家一個充電器的 如果大家覺得駁到電腦的距離 收得不太好 那你就可以透過它的充電器 其實你用Type-C的充電器 你可以駁到窗邊附近的地方做一個接收 令到信號會比較好 最後可能有人會問 你的Wi-Fi彈的表面這麼窄 那怎樣看數據資訊呢 沒錯 Linksys的Wi-Fi彈上的資訊 是沒有其他品牌那麼好的 因為其他品牌會有LED的Display 輸出一些資訊給大家看看 你的彈用了多少資源 再說好像我這樣算 我都用了幾次Wi-Fi彈 不過如果你實際要在Wi-Fi彈上看資訊 我就真的不太好 因為始終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在袋子上要拆出Wi-Fi彈 特意要按你想看的資訊 我覺得有點多餘 反而一機在手的情況下 登入到專用的網頁上看你的資訊 相對來說 我覺得是比方便在Wi-Fi彈上看的資訊 最起碼我會看到5G的訊號 連了幾個裝置 甚至一些用量都可以很簡單在這裡看到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很急切 需要看到那些資訊 不如直接打到網址看一看 雖然它的介面上比較簡單 沒有一些Router的特別功能 但作為一個普通流動的裝置 我覺得它的方便性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今次Linksys的5G Mobile Horsesport的介紹 就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需要買一些流動的裝置 不論你是去街、去旅行、暫時在移民的時間 要用到Wi-Fi的話 或者它也可能會幫到你的 好啦,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這些無線的網絡裝置都有興趣的話 不妨訂閱我們吧 我們間不時都會有這些Links的東西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完